大家好,歡迎收看山系之人 我這次要說的是扶輪公園營地 首先說交通方面 前往扶輪營地就在荃灣餘心廣場 或是荃灣港鐵站上蓋巴士站 乘搭51號,前往上川的巴士 就在大武山郊野公園站下車 下車後,向荃灣方走五分鐘 就會到達扶輪營地的入口 以示牌的右方就是士多和廁所 扶輪營地的廁所都持有洗手盆 方便洗東西 扶輪營地的士多都不錯 除了售賣一般零食、飲食、玩具之外 也會提供一些燒烤的用具 例如燒烤茶、炭 另外最大的特色 就是會提供熱的瓶裝維他奶 這樣在野外可以喝熱的維他奶 也是一個不錯的享受 還有士多也很晚 他差不多開到九點才說收工 玩到夜一夜都還可以補給客人 差不多到達營地了 扶輪營地其實分開兩層 上下兩層 拍照的日子 就隨時早上八點左右 即是12月31號 由於倒數前夕 很多人已經一早爆位 如果以中環為香港市中心 扶輪營地都可以說是 香港最接近市中心的官方營地 多人都失俗正常 無論營地的設施都一應俱全 台椅、燒烤爐都有 上層營地的設施會再好一點 上層會多一個水殼位 還有一些木板地形的形位 基本上下層只有泥地形位 無論營地的下層 無論營地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香港的屬營 完全反映到何謂寸金尺圖 基本上每一個可以下營的地方 都已經下了一隻營 或者下了一個Fly 基本上如果你要再插一隻營 都有點難度 那扶輪營地在舊市 即是說十年前 都已經很受歡迎 因為它在鄰近市區 那往事 扶輪營地旁邊 就有一個全錦營地 那全錦營地也挺大的 都可以大量分流回扶輪營地的人流 不過政府就在疫情期間 就在這個全錦營地 就試行一個預約的機制 即你要預約才可以使用到這個全錦營地 那就導致扶輪營地的人流 就簡直就是超負荷 至於全錦營地的預約營地 試行計劃 那我個人就覺得 還有大量改善空間 要說 真是要說 最想說 都是希望這個預約營地的先導計劃 可以快點完成 之後檢討一下 還有都希望 如果再搞這些預約營地計劃 就不要再選全錦營地 因為你拔走了全錦營地去玩預約的話 其實對想在大武山一帶 露營的人是非常困擾的 因為大武山全錦營 其實是最接近香港市中心的露營地點 單憑一個小型的露營營地 是絕對不夠的 如果政府真的有心去搞這些預約營地的話 我個人都建議 政府最好都是開發一些新的營地 才進行這些預約營位計劃 例如日後紅花嶺交野公園 因為可以開發一個新的營地 去做這些預約營地計劃 那就會佳大歡喜一點 來到這裏就總結回符輪營地 首先交通方面 剛剛都說過了 符輪營地是最接近香港市中心的營地 交通也是十分便利 巴士下車後 步行約5分鐘就可以到達營地 甚至可以自駕來露營 設施方面 符輪營地的設施非常完善 除了標準的桌椅營烤爐之外 最重要是一個標準廁所 廁所外面都設有洗手盆 另外營地外也有一個士多和燒烤場 可活動的範圍都非常廣 環境方面 符輪營地比較複雜 首先說站那方面 符輪營地附近都有一些小型的行山徑 或者長距離的物理浩徑 有些燒烤場、公園、遊客中心 甚至可以在大霧山上一天出 活動範圍是蠻廣闊的 營地的設計沒有什麼特色可顯 其實兩層沙泥地的平地 只能讓大家露營 除此也沒有特別的視覺設計 還有附輪營地 其實就置身在全錦公路旁邊 全錦公路 顧名思義是一條公路 也比較多車 此之外 全錦公路也是香港傳統的飛車熱點 有這個大山賽道之稱 經典的程度是坊間一些電腦賽車遊戲 都會做一些模擬大山賽道的模擬 去讓大家玩 例如 Acesto Corsa 這款賽車遊戲 都可以安裝大山賽道 讓大家在電腦賽車 那這個多車和飛車的情況 其實都會引致相當的噪音 如果對聲音敏感的人 我就不太建議來這個符輪營地露營 因為都蠻吵 可能整晚都睡不著 由於符輪營地的噪音問題都蠻嚴重 所以環境方面就給兩顆星 電話武樂方面 符輪營地就位處於大武山附近 所以它的訊號都是收爆 訊號非常良好 補給方面 符輪營地的補給非常強勁 剛才也說了 符輪公園有一間市多之外 其實再不遠處走多五至十分鐘 物理浩徑那裏 都有一間連者市多 連者市多也有賣飲品 還有一些輕熱食 即是來魚魚蛋、燒賣、杯麵之類 再退後一萬步 即使乘巴士出荃灣 車程也不需要三十分鐘 以補給來說 符輪營地應該是香港最佳營地 在私隱道方面 符輪營地的人樓一定是極高的 因為最近市中心和設施都非常完善 我也深信 一年三六五天 都會有人在符輪營地露營 另外,符輪營地的環境 只有兩層平地 沒有任何左隔的設計可現 所以私隱道方面 是沒有分別的 整體來說 在符輪營地 鄰近市區 交通方便 設施完善 而且補給亦好 相信都是不少市區人士 露營的首選地點 所以一直以來 符輪營地都很受歡迎 一直以來都很飽 不過符輪營地的缺點都很明顯 首先人樓高 另外也有嚴重的噪音問題 營地整體來說 就叫做有得有實 不過事實上 鄰近市區 而是有廁所車位的 符輪營地 不可被取代 因為它實在太方便了 即是一些快閃的路營 這個符輪營地 絕對是一個首選 希望符輪營地旁邊的全金營地 日後可以重新開放 不用預約都可以使用到 這樣就可以令符輪營地的環境 可以有進一步的改善 今次的影片就說到這裏 希望各位可以繼續支持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